第18题,右图是某物体做直线运动过程的速度时间图,若以北方为正,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 A,0到10秒物体的位移为0公尺,那我们晓得VT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,面积代表位移,我们看到0到10秒钟这个是有面积的,所以它就表示它是有位移,所以他们说位移是0公尺是错的,那么B,0到4秒物体位移为80公尺, 那我们晓得VT图的面积代表位移,0到4秒这个三角形,三角形的面积的算法是底乘以高除以2,所以我们算出来是40,所以它的位移是40公尺,选项B是错的,选项C,4到10秒物体向南方移动,我们的4到10秒我们的速度会越来越小,可是它仍然是为正直,仍然是为正直,那么我们是以北方为正, 所以它仍然是朝北方运动,只是向北方运动的越来越慢,最后停下来了,所以选项C是错的,选项出0到10秒物体的平均速度为每秒10公尺,那么我们要平均速度就是我们的位移去除以我们的时间,那么0到10秒的位移就是这个大的三角形,大的三角形,那么它的底是10,高是20, 那么除以2呢,所以算出来就是100,所以它的位移是100公尺,然后呢花了10秒钟,所以呢平均速度就是每秒10公尺,所以呢选项珠呢是对的,那第18题问我们说,若以北方为正,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珠,0到10秒物体的平均速度为每秒10公尺 中间的主题的規模式会和这些不同,我们还是尖指ähr的规则是因为非常多严格的用选项 Geez,我觉得立场是否正确和特别随过的视频 diary去除以下就像则下犹者,像来拾出,市场有力量变行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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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吗,那么 Argentina呢,它在轎好像 shared社会议绘致埃贓的大罕后,那你内 lookout便就可以了死刑可怕而且希望呢, Helsinki予到和第二次蓬 stalls